很多人在家做红烧鱼 不是不入味,就是腥味很重 其实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 不信你就往下看 首先鱼一定要清洗干净 在背部肉厚的地方打上十字花刀 方便入味,这里要切记刀口不要太长 否则煎的时候容易断裂 影响美观 锅里先放一勺油,把油烧到微微冒烟 再倒出来,重新放一勺凉油 然后再撒一点毛毛盐 把鱼顺着锅边放进去 先不要去动它,小火煎个一分钟 再轻轻地转动 你看是不是一点也不粘锅了 同样方法,再把另一面煎黄 捞出备用 锅留底油,下入葱姜蒜干辣椒 想要烧出来的鱼颜色好看 放一点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 每天都在用心地焦做菜 麻烦你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加一勺料酒去腥 适量的长浆水,再把煎好的鱼放进去 生抽提鲜,一点老抽上色 鸡精白糖调味,再放一个八角增加香味 这可是个好东西,不要扔掉了 一条鱼只有一个,煮开盖上盖子 小火焖20分钟,俗话说千滚豆腐万煮鱼 就是说鱼要炖时间长一点,才入味好吃 然后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出锅了 表面再撒点香菜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鱼鲜嫩入味 非常的好吃,而且一点也不腥 学会了以后就是你的拿手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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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